女孩被牢牢绑在椅子上 学长举着相机在一旁拍摄 随后一声招呼 几个头戴丝袜的男人相继出现 女孩顿感不妙 想要求牢 却被丝袜堵住了嘴 房间里重斥着男人们淫荡的笑声 之后 女孩便被这群禽兽轮番侵犯 一个花季少女 为何遭遇如此暴行 就在昨天 校草阿豪约小美去家中坐坐 小美暗恋校草已久 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两人推边换斩间 小美已经有些许醉意 正准备回家 却被阿豪一把拉住 递给她一瓶饮料 说是可以清酒 小美就这样毫无防备地一饮而尽 她的视线逐渐模糊陷入昏迷 随后便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事后 小美悔恨不已 倾心了阿豪花言巧语 她不敢将事情告诉母亲 只能在无人的时候默默抽气 因为阿豪威胁她 要是敢把事情说出去 就把视频发出来 小美想尽快逃离这个伤心呢 于是向母亲提出转学的想法 但母亲不了解视镜的真相 以为她只是在学校和同学 发生了小矛盾 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 选择沉默的代价